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 但其实军中也并不比朝堂上干净 五官营结党营私 毛里空想之处随数可见 甚至比文官还要明目张胆 若非军武迷烂 这一次五金之战 伤亡又怎会如此惨重 何况军中的满汉多半不至怜香西域 对待家中妻妾有如奴仆 动辄打骂 实非事事两配 原本是趁着芸汐佳节表露心气 结果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不免令人的心情有些复杂 不过两人沉默了一阵 不久后又不约儿童的轻笑出声 陈建云笑道 这么说来 理清二位相爷倒是最合适的了 诗诗也笑道 二位相爷乃是世所罕见的英雄人物 若他们身边缺一个洗衣做饭的丫鬟 诗诗求知不得 可惜不缺了 唉 是啊 诗诗叹了口气 很遗憾的样子 家父曾说过 朝中之位大人 他最佩服的就是秦相 过得片刻 陈建云主动转移了话题 理相虽然以心为国 但刚及一蛇 若无秦相辅佐 恐怕也难成大事 这次变量之战 也圈赖秦相 居中协调 方能化险为夷 只可惜如今却出了岔子 诗诗闻言眉头一皱 剑云兄何出此言 这半月 这半月朝中风云变换 幼相府也是动作拼命 就连秦相本人都亲自私下奔走 诗诗在樊楼应该也有所耳闻 确实听说了 诗诗想了想 有人说秦相是侠公自重 想要一步登天 会说这种话的必然是奸恶之托 当然秦相也并非全无私心 他力求保全太原 自然也是为了秦将大公子 此前秦相向皇上请辞 想要以退为进 用相位换取皇上派兵救援太原 但蔡太是与广阳俊王从中作梗 皇上心中似乎又有所顾忌 最终只是让陈燕淑 戴罪立功 率武圣营前去太原增援 那 靳云兄觉得 太原能保得住吗 陈靳云摇了摇头 只要此前上过战场的人 都知道女真人 是何等汉勇凶魂的强敌 太原能在完颜宗汉的权力猛攻下 坚持四个月 已经是极限了 但完颜宗王率东陆军赶到太原 若只要有完颜宗汉合力攻城 缺取一个陈燕淑 又能抵什么用 当然 朝中某些大人的过滤 也不是全无道理 陈燕淑固然救不了太原 但即便是由夏村军 率领便良内外所有兵力前往支援 也未必能抵挡得住 金国东西两路大军 若是解不了太原之围 反而在太原城外全军覆没 他日金国再度难下 大午就只能任人宰割了 他顿了顿 正是因为有此顾虑 蔡太师与广阳俊王 又有意阻挠 纵然秦运向极力推动 但曾兵救援太原一事 却始终没有进展 我二伯父虽然也知识 秦相的想法 但如今也是无忌可施 常在家中为此事发愁 那 莫非 只能坐视太原沦陷 陈建云冷冷一笑 别良之为易解 太原则远在天边 如今还有谁会为赵不宝夕的太原居民感同身受呢 如今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女真人身上了 毕竟也打了小半年了 金军想必也已经人困马伐 或许还有可能放过太原 直接回国休养的 陈建云毕竟人中龙凤 拿得起放得下 想诗诗提亲被拒绝后便不再纠缠 而是说起了如今经中的形式 夜已经深了 两人又聊了一阵之后 陈建云起身告辞 诗诗便将他送了出去 走到返楼门外时 陈建云转过了身 伸手去握诗诗的手 诗诗却不动声色地避开了 随后露出了一个略带歉意的笑容 陈建云便也笑了笑 我过几日再来看你 希望那时探员之为意见 你也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正好我们陈建很快就要开场诗会 居时我请你去做客 诗诗点了点头 路上小心 嗯 你也再好好想想 说吧 他终于登上马车离去了 马车行驶到转角处 陈建云又掀起车帘 回头看向樊楼 只见诗诗还站在门口外 朝他轻轻地挥手 他于是放下车帘 有些遗憾又有些留恋地回陈府去了 诗诗转身回到了楼里 这一天下来 他见了许多客人 还与余和中和陈思峰小聚了一阵 一起吃了元宵 一向长袖上午的他 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不同的表现 虽然未必说得上虚情假意 但其中的真情实感 自然也不会太多 他们每个人累许知识 多半都会觉得 诗诗姑娘 在自己与其他人不同 自己在她心中 必然有着不一样的地位 这并非完全是假象 以诗诗的敏锐 自然能够在面对 每一个不同的人时 找到让对方如暮春风的相处方式 不过也正是因此 如果说某一天 自己真的钟情于一名男子 以他为天 以他为地 甚至自己的整个世界 都围绕着他而存在 他并非不憧憬这样的生活 只是连自己都不相信 自己可以做到这一切 看得多了 听得多了 心就不本分了 连感情都变得虚假了 如果有朝一日 自己真的要成亲 他希望自己能够全心全意地 爱上那个人 如果连这一点信心都没有 那还是 那还是 再等一等吧 夜色一深 但樊楼里仍旧热闹非凡 悦尔的司主声中 他回到自己的院子里 让丫鬟煮了几个元宵 装进石盒 然后拿着石盒 登上了马车 挂着灯笼的马车 驶过夜色中的片凉街头 在如迹晚兆楼停了下来 诗诗走下马车 向门外的小司 打听宁义 有没有回来 不久后 只见苏文芳迎了出来 一见到诗诗 便别有深意的一笑 诗诗姑娘 又来找我姐夫啊 诗诗坦然一笑 上元佳节 来看看她 她在吗 刚从城外回来 你来的正是时候 不过这么晚过来 诗诗姑娘今夜 是不打算回去了吧 怎么 真的要加过来吗 我在京城 就这么几个就相识 今日上元佳节 正是团聚之时 便煮了几个元宵 给立衡拿过来 苏公子可不要乱说 毁了你姐夫的清语 清语 大过年还被刺杀的大魔头 还谈什么清语 苏文芳笑着嘟囔了一句 转而把诗诗领进了楼里 虽然金军已经离去 但谭儿等人如今尚未回京 为了工作方便和安全的需要 宁毅如今依然住在逐记的这座晚兆楼里 夜色已深 战后第一个佳节的欢庆气氛 终于退去了 原本热闹的街头 此时已经归于沉寂 只有这座楼里依然灯火通明 许多幕僚还在紧张地工作 宁毅正站在二楼的一个房间忙碌 失失走进房间时 只见宁毅坐在一张堆满了卷宗与信件的桌子后面 刚刚放下手中的毛笔 这段时间宁毅一直为太原的事忙碌不休 距离两人上一次见面 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 怎么这么晚还过来啊 再不过来就要到正月十六了 我今天白天跟河中他们提起你 都说好久没见过你了 我就想着 今晚给你带几个元宵吧 失失一笑 知道你多半已经吃过 带的不多 随意吃两口就好 我去拿碗 宁毅也不客套 笑着站起了身 他来到房外 拿来两副碗筷 回来时 失失已经把石盒打开了 文芳说 你刚从城外回来 杂氏缠身跟你一样忙 又抽空给夏村君的兄弟们送了点吃的 哼 你这个小气鬼 石盒里只有六个元宵 宁毅一边开着玩笑 一边把元宵分到了碗里 然后便与失失坐了下来 他今天已经吃过元宵了 但此时还是不客气地吃了起来 失失看着桌面上凌乱的文书 沉默了片刻后 开口说道 最近老听人说起你 我 你们右相府 哦 好话多还是坏话多 好坏参半 史诗顿了顿 太原的事也常被提起 我知道你们最近一直在奔走 怎么样 有转机吗 宁毅皱了皱眉 嗯 理论上来说 当然还是有转机的 他语气有些敷衍 事实却只是定定地看着他 等他继续说下去 宁毅被他盯得不由一笑 怎么说呢 陛下肯定是不想出兵的 而且也有他的道理 便良已经打过一场硬仗了 国家伤了不少元气 再出兵就更加劳民伤财了 而太原毕竟不是便良 完颜宗旺攻打便良已经这么吃力了 既然现在已经放弃 再去进攻太原 也未必占得多少便宜 他不一定会做出这么鸡肋的选择 况且太原已经坚守了四个多月 也未必不能再继续守下去 金军粮草有限 又是强弩之木 太原只要再撑上一段时间 他们就只能退兵了 哪怕他们不走 只要陈彦书率军从后方偷袭 也能让他们阵脚大乱 这些说法也不是全无道理 宁毅笑了笑 他吃完元宵 放下了碗筷 你不用太担心 金军走了 至少便良已经安全了 至于太原的事 朝堂上的大人物 还是很着急的 虽然也许还抱有一定的侥幸心力 但也绝对不会坐视太原尸首 诗诗还是定定地看着宁毅 目光带着些许忧远 力衡因为我是女子 觉得我不懂这些 便想要敷衍我 他沉默了片刻 看着桌上摇曳的灯火 悠悠地开口说道 许多人见金军撤退 就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但只要上过战场的人 稍微动脑子想一想 就知道危机 其实才刚刚开始 便良虽然守住了 但便良与太原唇亡齿寒 若是太原尸首 来年金军再度南下 便良又岂能幸免 宁毅看向诗诗的目光 逐渐露出赞许之意 他笑着站起身来 其实不是因为你是女子 而是因为你是小人 诗诗瞪大了眼睛 小人物 小人物为这样的国家大事操心 除了让自己睡不着觉之外 什么用也没有 我也只是个小人物 只能说尽力而为 不过这些天到处奔走 也是屁用没有 坦白跟你说吧 要出兵太远 估计是没戏了 朝堂上的阻力非常大 寻想以辞去相位做交换 都没有用 可见背后的水 不是一般的神 类似的讨论 诗诗在樊楼里 听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但他一直都只是半信半疑 而此时听宁毅这么说 他的心却顿时便是一尘 真的 没办法了吗 说了不用担心 宁毅笑着看向他 这件事还有很多变数 除了陈彦书的五圣营 太原周边还有蛇可求 和流光市的两万余西军 附近也还有一些异军和乡军 拼拼凑凑 还是有十几万人的 而金军人困马乏 又已经拿到了碎壁 未必会冒着 父辈受敌的危险继续攻城 你看啊 我都不担心了 你担心什么 嗯 时时眉头紧锁地看着宁毅 见他笑得自然 目光中的忧虑 才终于退却了异性 不过我总觉得 立衡你这番话有所保留 你真的不担心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 但无论如何 总归还是有办法应对的 相信我就好 时时想了一会儿 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语之后事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追续第六百四十章 穿越历史小说 坠续作者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这几城为故人缘 一壶就伤恋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